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王铁汉,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,在918事变前,一直驻守沈阳东山嘴子北大营。 当他任东北军陆军独立旅第七旅620团团长,当日军发动918事变十变时,手握二十几万人马的东北军统帅张,向全军发起不抵抗命。 而此时的王铁汉不明白,总司令是怎么想的,就当时的旅长王以哲打电话,说总司令是怎么想的,让我们放弃抵抗,王以哲说想不明白也,要执行,想得明白也要执行,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,谁者是,谁负责,是要枪毙的。 于是,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,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,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,被扎死的很多,钻到床下的士兵,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。 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,王铁汉不惜冒着枪毙的危险,向日军开了第一枪,命620团士兵,带日军一走近就开火。 而这一战日军伤亡25人,我军伤亡失踪总计48,3人。 王铁汉这个决定,可以说捍卫了东北最后的尊严,可以说,也是他率部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,在之后的抗日战场上,也到处能见到他的身影。 在以后都长城抗战,松户会战,长沙会战,南昌会战,这干战役等著名战士中,都闪现着王铁汉的身影。 可以说在抗战中王铁汉,从师长一直高升,做到沈阳防卫区司令官,辽宁省政府主席等职位。